第14題有甲乙丙三個物體 當甲和乙接觸時熱能有甲流向乙 當乙和乙接觸時熱能有乙流向乙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老師上課強調教過了 我們的熱能一定從高溫流到低溫 所以呢我們熱能從甲流向乙就表示溫度呢是甲比較高 乙比較小 而我們的乙丙接觸呢熱能有乙流向乙就表示呢 乙的溫度比較高 乙的溫度比較低 所以呢選項A說甲的溫度比丙低是錯的 那麼B說呢比熱一定比較大 那個也是錯的 這是跟溫度高低有關 與比熱大小無關 那麼選項C說 那麼甲的熱量一定比丙來的多 這也是錯的 因為我們根本不曉得 他一個東西的熱量到底有多少 我們只知道這誰的溫度高 誰的溫度低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那麼選項書呢甲乙接觸呢 熱能必有甲流向乙是對的 因為甲的溫度比丙高 熱能一定從高溫流向低溫 第14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若將甲和丙接觸 則熱能必有甲流向丙 來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